I'm just thinking cause it's over 范冰冰起诉被告回应,我没有多大错误,没有侵权 因为网上有一个名叫欧我说我凭欧的认证大悟发布了一些不当言论,他是一个湖北市民,被范冰冰方面看到后采取了法律措施,直接起诉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 而且法院快速立案并且向这位被告当事人邮寄了法院传票,6月25号下午4点准时开庭审理 理由是被告侵犯了范冰冰的名誉权,被告承认说在5月27号在家里收到了北京发来的传票 今天下午2点多,这个大悟发文辩解说,6月14日,肖偶现身回应称自己会积极应塑,但范冰冰作为国际巨星跟自己较这么大的劲,心里感到不舒服 被告还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,亲口解采了自己的看法,下面有视频截图,大家可以看一下被告是怎么辩解的 范冰冰的粉丝怒斥这个大悟说,凭什么跟你较劲,造谣的时候怎么不想想,心里感到不舒服,你造谣时候怎么不想想被你造谣的人心里舒不舒服 这么大的人,65岁的人你凭本事造谣,就凭本事承担责任,我真的气不过,你心里不舒服 呵呵,你是怎么有脸说出来这不舒服三个字的,现在开始卖惨,范冰冰被你造谣不惨 又要开始呼吁,法不责老,法不责重了吗? 这么大一把年纪,光长者子不长脑子,造谣一时爽,支持维权 被告当事人接受采访师回应说,我知道的时候很吃惊,范冰冰一个国际巨星怎么办? 跟我一个小五较劲呢?应该是很有格局,很有度量的,网传范城城这个事传言一八年来,他都没有亲自出面否认必要,也没有采取过法律行动,这次就跟我叫这么大劲呢?我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,在这件事情上,我没有多大的错误,没有侵权 他还强调说,我自己也是范冰冰的粉丝,曾经对范冰冰做了大量正能量评数 在他与王思聪等明星对战中,我支持了范冰冰 对这件事,我虽然感到很郁闷,虽然我现在还在医院进行治疗,但是我还是积极联系了北京的法官跟范冰冰的律师,积极应诉 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官司的结果,不出意外的话,范冰冰方会胜诉的 毕竟在打名誉侵权官司上,范冰冰的律师很有经验 既然这位大物不承认侵权,那就只能让北京法院做出判决了